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其实 霸天虎的对立面 是汽车人 废话 不知不觉 变形金刚已经迎来了第40周年 这个经典的IP 也推出过很多经典的玩具 在这40年里 也让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 在欢喜和探索中度过 回顾时光 5年前曾推出过一款十分经典的模具 也就是本期介绍的主角 围城系列 Jafar 天火 包装采用的是全封闭结构 打开之后 就可以看到一个 正在玩捆绑Play的帅小伙 载具形态 是一架喷气式太空战斗穿梭机 虽然看着方方正正 但是天火可以非常轻松地 达到逃逸地球的速度 而且这款玩具 属于是越玩越有意思的类型 载具形态底部 可以陆续展开四个握把 它的作用 就是让那些买不起作票的倒霉弹 体验一下挂票的感觉 而且附带的所有配件 也可以结合起来作为武器 我是真的喜欢这种 可以双形态搭载配件的设计 机舱这里可以打开 然后把这个灰色的零件 拿出来就可以找一个 合适的人载 放进去当驾驶员 下面就来看看变形结构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还是要设斓地 jud护脚 保持 哇 因为 一定要 盖 功能 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虽然是五年前的设计 但是现在来把玩依旧是那么优秀 这可能就是围成天火 没在版之前疯狂涨价的原因吧 刚好现在变形金刚40周年 再加上淘宝双11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一下 有很多好价玩具 而且12月6号到9号 还有在上海举办的赛博塔年会活动 四天时间早时挽留 这次是变形金刚专场 有许多惊喜等着大家去探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链接里了解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款围成系列的天火的全部内容了 最后就祝变形金刚越变越行 祝大家天天有好价 买玩具永远不中奖